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一下AI绘画 这个绘画我想大家应该都了解 我们想要出一张图的时候 图片的内容是不可控的 这样的话我们想要一个指定的内容 然后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一次一次的尝试 然后也未必能得到你想要的 那么今天这个开源项目呢 它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啊 它可以让我们精确的在这个绘画这个画面上 去精确的指定某一个区域的内容 这样的话你可以轻易的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具的使用界面是这个样子 它这个下面的有个示例图片 比如说这边想画个窗户 这边是窗户 一朵花,一个青蛙,一个帽子 这样的话就是指定好了相关的内容 那么最终出图 它是按照你指定的内容来出的 大家看这个最终的图片是吧 确实是跟你要求的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工具还是非常的神奇的 非常的有用 这个下面是安装方法 这个我们待会儿来看 还是先给大家看整合包 这边是一个整合包 它只有50兆,非常的小 然后我们把它挤扬到当前文件夹 这个辅助工具想使用的话 有个前提 是必须有这个Conver UI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装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教程 然后我们把这个删掉 那么怎么使用呢 我们先打开我们Conver UI 先把这个启动 大家在启动的时候呢 可以把你这个版本稍微更新一下 把它更新到最新版 这样会好一些 然后呢我们点击启动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还需要大家做一件事情 下载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大家自己下载一下 我没有往宝里放 下载完之后呢 把它放到这个入录里面 大家看这边 Modos 这个文件夹里面 就是这个模型 大家可以自己下载一下 如果没有这个文件夹的话 大家给自己创建一个同名文件夹 我们根据这边的这个路径来创建 翻回来 这样的话 我们在保持这个Conver UI 处于启动状态的情况下 启动这一个文件 这边会有个地址 然后把它打开 大家看 这个画面呢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它的这个使用画面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图 给大家看一下 比方说这边呢 是一个窗户 两边有一个窗户 那我们来画一下 就在这边直接画就行 这边有个窗户 我们这边画一个窗户 把这个词打进来 这是两个窗户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画个花 我们在这边直接画就行 好 这是这个花 然后呢 这是个帽子 是吧 我们来画个帽子 这是个帽子 然后呢 下面是个七八 这边还有一个 有领带吧 应该是 然后再画一个 我们这边的话 就把所有的内容 全部画好了 然后我们直接点 这边一个运行 它现在开始做图了 我们稍等一下 好 大家看 窗户 窗户 花 一个帽子 一个青蛙 然后一条领带 我们整体的画面呢 它是完全按照 我们这个描绘的这个内容 然后去绘制的 它精确地指定了 某一个区域的内容 这个非常的可以 非常的不错 那么下面这些选项 我们可以来简单看一下 这边选择比例 就这个画面的尺寸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 或者你不想用它 设定好的这些尺寸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 自己去填这个数字 可以自己更改 然后呢 这个下面是模型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你这个机器上的模型 然后呢 这边 那么下面这些一些 就是AI绘画的一些常规选项 这个我们也不去细说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么下面呢 你可以添加Lore模型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加 这个下面这两个比较简单的 一个正向 一个负面提示词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填 这个我们再来画一张图 好 大家看 图片 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根据我们刚才的这个内容去绘的 非常的漂亮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通过自己的安装 然后去实现这个功能 如果你不想下载整合包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来装 这边我也给大家说一下怎么去做 这个第一步还是 你要打开你的这个Cover UI 这个是肯定是要的 然后呢下载模型把它放到这个对应的文件夹里 这个也是要的 那么下面第三步就是要安装一个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我们通过这个命令来安装 我们这个文件夹里面的是存在Python环境的 在这个地方 这里面有个启动程序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进行安装 然后这边CMD 打开这个安装窗口 然后把这个命令复制过来 好这样就可以进行安装了 我这边是已经装过了 如果大家没有装过的话 那么这边会开始下载安装 这给大家自己装一下 然后我们往回发 这边是它的库文件 它是通过命令来下载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自己来下载 这边这个上面这个代码 这边有个下载压缩包 大家自己下载 下载好之后呢 你把这个压缩包把它拖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和这个Cover UI这个文件夹 要处于同一个目录里面 这样的话才不会爆错 然后呢我们这边解压 当前文件夹 这样 这个是我们刚才的文件啊 我们可以把后面这个去掉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命令 下一个命令呢 它我们进入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CD 那么我们直接点进来就行 然后这边CMD 打开 这样的话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文件的这个目录里面 然后我们运行下一个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呢 它是需要这个Python 然后才能启动的 我们这样直接点的话肯定是会爆错的 所以我们这个Python环境在什么地方呢 刚才我们也说了 我们这个Python环境是在这个Cover UI里面 好我们把这个目录把它复制下来 这是我们的Python环境 然后我们在这边打个斜杠 刚才那个Python EXE把它打进来 好这是我们这个命令 然后呢我们来启动这个程序 好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还是会爆错 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咱们需要的这个模块呢 它并不在这个EXE这个文件目录下面 在这边你是找不到这个命令的 所以就会爆错 然后呢我们这边在前面的加一个-m 空格 这样 这样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加个-m的 它会去找这个这些目录里面 它会去寻找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模块 这样的话就对了 好然后我们回车 然后大家看到这边还是爆错了 它说是不能导入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在哪呢 这个东西在这个 我们下载的这个目录里面 这儿 这样的 然后它说不能导入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边这个符号打错了 我们要把这个引号 把它改成双引号 所以说呢 它这边给的这个命令呢 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 我们需要做一点的修改 然后回车 大家看 这样起图成功了 是吧 这就是我们刚才的界面 那我们来启动一下 跟刚才一模一样 我们来做一下 这是我们这个图 大家看到了 这是我们这个 怎么去启动 怎么去自己安装 我想大家现在应该学会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每次 这样来启动文件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进入到这个窗口之下 然后来打这么一堆命令呢 那么这个肯定是很麻烦 很复杂的 所以我们再来做一个启动文件 然后让它来方便我们使用 把这个关掉 这边我们新建一个文本文件 然后呢这个名字可以随便起 我们直接叫启动 那么后面这个txt 我们把它改成bat 好这样 然后呢我们点这个编辑 那么这个命令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命令我们肯定还是需要这个命令的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还需要这个 conver UI里面这个 Python环境的这个路径 来找一下 我们肯定是需要这两个东西的 然后才能运行 对吧 这个前面呢 还有一个-m 这些东西都是不能扫的 那么其实我们的命令呢 就是这么一个命令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让它变得更通用一点呢 我们看这个文件夹材品啊 首先呢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呢是大家机器上的路径 那每一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边量 然后来控制它 那么我们就来set一下 这个通过set这个符号呢 我们可以控制它的这个路径 大家可以跟着我来写 把它放到这儿 那么前面这个文件呢 它是这个目录所在的这个地址 那么这个目录所在的地址呢 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符号来替代的 我们通过两个板配号之间 加一个这个cd 那么这个符号呢 就代表当前目录的这个所在的路径 当前目录所在路径呢 我们再加上后面这个文件夹的路径 然后呢我们再加一个斜杠 把我们那个拍成exe写上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这个路径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符号 通过这个变量 然后来取代这个整体的路径 那么我们把配置写到这儿 然后呢加两个百分号 这边加个空格 这就是我们这个命令 通过这个命令呢 我们就可以来启动这个文件 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直接来启动一下 这样我们来点这个启动文件 它现在呢是没有启动过来是吧 为什么呢 咱们少了一步 因为我们刚才需要进入到这个文件夹里 那么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去修改一下 我们在设置完这个相关的路径之后 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这个cd 我们让它进入到我们这个文件夹里面 那么这个我们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复制过来 这样的话就跟这边就完全一致了 这就是我们启动这个文件需要的命令 好我们来启动一下 哦它这个还是有问题啊 为什么呢 我看一下啊 路径没问题啊 好这儿忘了改了 我们这边需要双引号 我这个忘改了 这样的 这个命令的意思 我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这个后面这个不用管 三轮是可以运行的 它这个8188 指就是这个 这边的8188 你的一个comvui启动之后呢 这边有个端口号 大家看一下你这边是不是8188 你如果不是的话 你这边改一下 把它跟这边一样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是ok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大家看 我们现在成功了 点这个地址 把这样都进来了 这样就可以去使用了 好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说的内容 就是怎么样自己去安装 包括一个整合包 大家不想自己装的话 你就用整合包 如果大家想学一下的话 想自己尝试一下的话 那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步骤 一步一步来做 然后你自己去做一个这样的启动文件 大家拜拜